奇怪的知识 公元前6000至4000年 苏美尔人发现月亮由半圆月至满月 正好有七天时间 由圆月至半圆月又是七天时间 可见七天是月亮盈亏的周期 因此他们把一个月分为四周 七天定为一周期 并分别用太阳神、月亮神、火星神、水星神、木星神、金星神、土星神 七位星神为这七天命名 后来星期的概念随友太宗教衍生出来的基督教传播到欧洲 星期在口语也以礼拜方式称呼 星期日则称为礼拜天 一个星期又称为一个礼拜 在不同地区一星期的开始时间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和多数欧洲国家都以星期一作为一星期的第一天 日本则是从星期日开始 埃及是从星期六开始 但国际标准已将星期一定为一星期的第一天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在这一天